好我们看到 双手交握深呼吸新指挥官上任第二天 王弥胜看得出来很紧张 前一天首都举行记者会被媒体追问过去的非文 防疫完全失救 让行政院长苏贞昌决定亲自召开扩大防疫会议 抢救指挥官 在新任的部长挤新的指挥官上任 特别来给加油打气 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努力从工 不会因为家里的事情失事来妨碍了公务 苏贵力挺不过新任卫福部长薛瑞源 却跟王弥胜传出心结 薛瑞源独自走前面 王弥胜走在队伍中后 张上纯想礼让还被拒绝 薛王两人互动从头冷到尾 加上薛瑞源前一天部长交接典礼上致辞 频频强调唯一的太太难免引发联想 过去两年多了 我们整个卫福部整个指挥中心 大家团结一致 所有的人都实在是每日每夜的拼 每日每夜的做 我非常的肯定他们 不过王弥胜的争议不止一桩 加上副指挥官陈宗燕上周请辞走人 还没捕人 也让外界质疑指挥中心是不是另类降级 国内疫情确实趋缓 但国外新病毒魔王开始活跃 Omicron家族变异株除了BA.5 又出现免疫逃脱更强的BA.2.75 短时间内疫情看不到尽头 但是指挥中心降级阴影挥不去 蔡政府顾选情忽视疫情的疑虑 恐怕不是隔魁来加油打气 就能够消除 环宇新闻宋剧林家倩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